你 你就告诉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不喜欢 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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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 顾川 来 喝点水吧 我现在的样子 很好笑吧 的确不是我熟悉的样子 我不想再假装维持 那个完美骄傲的样子了 那你就要把自己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可能我已经到极限了吧 我如果再不说出来 我怕自己会憋死 有些话 不说出来 反而更好 我喜欢你 苏曼玲 你喝多了 回去休息休息吧 明天起来 你就不会再说这些醉话了 顾川 这么多年你看不出来吗 你难道一点都感觉不到吗 我们就只是 搭档 同事 朋友 从我进公司开始 我就把座位调到你办公室的对面 这样我就可以每天都能看见你 我会关注你 每天睡得好不好 吃得好不好 心情又怎么样 我希望你有任何需求的时候 我都可以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我给你换了一个又一个助力 不是因为我心胸狭窄爱吃醋 是因为我担心他们照顾不好你 我们每天一起上班 一起吃饭 还一起接你的家人 我对你的关心早就超出了工作范围 你一点都察觉不出来吗 在我眼里啊 在我眼里啊 我们就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很好的朋友 我不稀罕这个朋友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往前慢一步呢 我觉得我在你这里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如果我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引起了误会 那我可以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既然今天我已经说出来了 那就痛快一点给我个答案吧 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今天晚上的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可是已经发生了 我们还有装作没有发生过一样吗 你回去睡一觉吧 明天起来 我可以当做这一切从来没发生过 你就告诉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不喜欢 为什么 做朋友 做搭档 你无可替代 但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话 不可能 你 太无情了 你 太无情了 我当宁愿你对我烂情一点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 苏玛丽 你之前的叫奥都去哪儿了 我只想要你 江晓宁她到底哪里比我好 你是你 她是她 你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可避心 那你为什么选她不选我 别再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了 到底给你施了什么魔法 端端几个月就可以让你身魂颠倒 而我呢 我等了整整六年 却等了这个结果 你真的喝多了 回去睡一觉吧 可是她不适合你 她是一个连大学都没有毕业的女孩 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孩 一个连家世背景都没有的女孩 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苏玛丽 苏玛丽 如果你再说下去的话 我们两个人都会很难堪 我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我无法收口了 这样吧 我可以让你先回去休息几天 你好好地想一想 冷静一下 现在你可以走了 放手 你有什么事吗 小姐 你 你 我可以到这儿了 你 我还好 薄 我爱你 我到底输在哪儿 没有输赢 你只是选错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